第三十題,A物質的分子量為20,表示什麼意思? 我們曉得分子量是根據原子量來的 而原子量是計算它跟碳原子的質量的比值 我們把碳定做12 如果我的質量是碳的兩倍,就12乘以2,我的原子量就是24 所以我24不代表我是碳的24倍,而只有兩倍 所以我們說諸選項表示一個,我的分子量是20,就表示我一個的質量是碳的質量20倍 這個是錯的 我們曉得所謂的分子量原子量跟mol的關係就是 1mol物質的質量就等於其原子量或分子量 所以A物質的分子量是20,就表示1mol的質量是20克 所以不是一個分子的質量是20克,也不是20個質量是1克 而是我們的B選項,以molA物質的總值量為20克 所以第30題問我們說,A物質的分子量為20,表示什麼意思? 我們答案呢,要選的是B 以molA物質的分子的總值量為20克 第30題我們答案選B 回到一定的方法 就再次第30題 回到別 凍兵